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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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懷孕期間被過關機 蘿莉塔自顧不幸福 因為醫生就說我有一個肌瘤 然後在肚子 然後我只要動作太大就會撞到寶寶 所以她就說不行 就像撞球啦 妳就撞到一個 她再撞到我 因為很難心小孩受傷 我就比較注意 天啊 一早發生性行為就好像在 十幾個激流 沒有 又一鏡 又一鏡 人妻群組分享秘密 討拍卻返遭唾氣 她就突然說 我老公和大老婆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趕快另外開一個小群組 她就有人說 我們要跟小三在一起嗎 小孩怎麼可以跟大家做朋友 什麼 我上一次跟我老公離婚 就是因為他們這種女人 不要啦 不要啦 人稀趣在一起都在聊小鮮肉耶 我跟你講 他們還會聊他們老公那邊的大小 這麼精采 我可以入群嗎 同學來了 尤其來最整齊的一次 真的 是不是都發不到女來賓了 是不是 再來 我跟妳們講 這個女生當了媽媽之後 整個人就變個樣 好像就是講話尺度 對 尺度會很寬 尺度會變寬對不對 對 因為沒有結婚的時候 好像就是會稍微講話會害羞一下 比較矜持一點 像你看我們以前聽到的都是 你只要變成媽媽之後 你去菜市場買菜 你就開始會無尺度的殺價 你送我給他收起來 以前少女的時候 怎麼可能跟老闆這樣講話 老闆 你可不可以送我平一點 生完小孩 你送我給他收起來快點 你不要這樣鼓勵 你要快點 我還要回去我頂部 你先討好 不要我 手品這樣 哪有落差這麼大 因為他把小孩丟上去了 對啊 是啊 沒有 你要省 你省時間 直來直往就好像 這蠟仔很吵 你看蠟仔 這蠟仔很吵 直接講 你那邊沒有忍心 對 吵蠟仔 結果在那邊聞對不對 直接來 你這樣不會再吵蠟仔 對啊 我們還要回去煮飯 誰還一直在那邊跟你說 不好意思喔 你們這個海鮮 對啊 還慢慢講 沒有時間了啦 所以我跟你講 這也不是說什麼 就講他們好像 不好還是怎麼樣 沒有 他們就是 對啊 為了老公小孩子嘛 對不對 好啦 我講這個只怕被罵而已 好… 我們今天歡迎這一些 無恥度的這個媽媽群們 歡迎你們 也要恭喜蘿莉塔有沒有 是 恭喜… 新手新媽媽 也請說華麗的場 開玩笑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說 蘿莉塔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結婚生小孩 而且她更漂亮了 就像以前比較刻薄啊 欸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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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回那句話 互相罵對方 怎麼回事 以前還有胎轎嘛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不管了 解放需要 解放了 解放 但你說豐滿還有一個更豐滿 那虎媽媽是怎麼一回事 對啊 怎麼會有一個虎媽媽 你說找一個自己的都OK 你為什麼找一個脹氣的 這一個是怎麼回事 今天這個樣子 是自我大概給我 賜予我的好不好 其實我本來是男生的角度 因為我太常參加一些人妻聚會 那個人妻把我當透明的 為什麼 你沒有錢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很多朋友 都已經結婚了嘛 對不對 就是他們會約朋友大家出來吃飯 然後不把我當個男的 老公也不會避諱我在現場 因為其他老公也覺得說 他也不構成我的威脅 沒有殺傷力 你知道嗎 所以就會很放心他的太太 跟阿虎一起出去 然後就聊天啊什麼 我聽到那些話題 我都聽到快吐 唉唷 能聽到一些很勁爆辛辣的對不對 真的 聽說他們開那個話題 或者是玩笑都是無極限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VCR 好 來 我覺得應該都在聊小千肉 真的是小千肉 人家群組都是在聊一些貪小便宜的事情 哪邊有折扣哪邊去搶 人家群組裡面一定都在聊 所謂的 兩個老公到這個年紀 應該都沒有激情的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小群組裡面 一定都在聊 更年期的時候 幸運改變得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都在聊 因為呢 小孩不能輸在起跑點 所以他們就會開始說 聽說那個誰誰有去補什麼 那個怎麼才一般 從早到晚 安排各種的課程 就是要比說 看誰的小孩最厲害 我覺得人妻的群組一定避免不了 講美容有關的事情 譬如說哪裡需要軟的就 其實我常常偷看他們人妻群組 其實大部分都跟男生一樣在講 比如說今天老公不行啦 然後明明說好要怎樣 但是穿好戰袍以後 老公卻秒碎啦 臀部都是在講老公那方面 色色方面不OK 人妻其實很常聊說 他們老公已經好一陣子沒有碰他們了 他們很懷疑他們老公是不是 有披臀或偷吃 那你覺得 在場在座的女藝人 誰聊天聊的尺度最大 我覺得應該是 通常當媽媽好像尺度都會滿開的 我覺得是甄莉姐 因為她已經是殭屍老的了 她該看該玩的都看過用過了 她應該就是尺度最狠的 大家都講得很用力喔 都沒有在保留的喔 看過用過耶 哇塞 她應該要錯過 真的 而且感覺起來 好像他們講完之後 你們都覺得滿對的 好像沒有什麼反駁的感覺 憲哥 我也有話要說 憲哥 等一下 我也有話要說 誰 誰 在哪裡 等一下 讓我先說一下 不然我怕 對不對 像我就比較特別 對 我覺得 反而是像靜香姐這一種 最文靜 看起來最可疑的 尺度才叫真的大 因為像我以前 有位同學 女生同學 她就是一副乖乖牌的樣子 等到跟我們男生同學 都熟了都差不多不得了了 每一輪的男生 全部都被開過黃腔 而且還會分享 她平常跟哪些男生 有發生過什麼姓氏之類的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她的結尾就是她覺得我不清純 可是我明明今天就是清純的代表 好啊 我們這樣四個 我跟妳講 我有認識 我有認識那個帥 我也算是不是 每次出來都穿那種百褶裙 裝清純 裝年輕的 一翻開裡面都 漂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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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漂泰 真的 臘開 所以有穿那種漂泰長裙 漂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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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假的 這怎麼一個人妻 怎麼都跟18禁都特別相關 她們到底都在聊什麼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 人妻的自白都聊些什麼咧 小鮮肉出破地帶 真的假的 會聊這個 當然會啊 因為像我們幾個 是把她們當神奇寶貝在聊是不是 不是 因為妳知道嗎 不是 因為妳知道 我們的老公年紀也不小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每天看老公 也看到妳了 所以通常碰到一些其他人心 她會說 我今天去哪裡喝咖啡 去哪裡吃飯 看到哪個小鮮肉 長得很像哪個韓星 可能像林明昊像什麼 那種哇 在哪裡 其實我們也就是眼睛吃一下對不對 冰淇淋 冰淇淋而已 像我朋友他們說 中山區有很多那種 很好的那種咖啡廳的服務生 真的都長得滿帥的 所以我們就會 通通盡量都約在哪一間店 哪一間店這樣去吃 去看一下 男生其實也會啊 沒錯 你們知道前陣子有一個很紅新聞 現在不是9月多剛開學 有一個警察站在校門口 那警察 帥 你知道多少媽媽要轉學嗎 多少媽媽就在她面前做壞事 當然 抓我 警察抓我 抓我 對 太壞了 你趕快起來… 對啊 我都自首 偷拔蠟 我都去自首 偷了一個拔蠟 偷拔蠟 對啊 偷東西 那警察真的好帥 那引起很熱烈的回響 你看看 這麼熱烈 可是看這種帥的跟漂亮的 其實都是我們正常人的反應 我們男生也是一樣 我們送孩子去學校 也會看別人的媽媽 對啊 會看老師 其他要 可愛的女老師 對啊 這個是正常 誰不希望看到美好的人事 所以這個是我們平手 平手 對 我覺得是OK的 我們去外面吃飯 哪一家的服務車 很正 走好去看看 也是只是看一看 也不可能去怎麼樣 錯了 錯了 我跟你說 我的人氣朋友厲害了 他們是那種譬如說 家裡有訂那什麼牛奶的 那種報紙的有沒有 外送小哥來有沒有 他們就看人家穿那種短褲有沒有 那短褲就是 好像 呼之欲出有沒有 好 他們一起睡的時候就說 真的 一家哪一家有更多短的 對 你那個是哪一家有短的 哪一家有短的 他不是看什麼帥不帥 他們是看工具 他們在看工具你知道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才不是聊什麼好不好看咧 照你這樣講 他們去修冷氣 然後就要逼他們穿短褲 然後都站在下面這樣 然後一定要叫他阿賢 阿賢 阿賢 然後就會說你這樣 這冷氣水管怎麼外露 對啊 會這樣嗎 不會吧 我覺得沒有阿虎那麼下流 但是我們真的那個群組裡面 我們有比過哪一家貨運小哥最帥 是喔 因為有些貨運真的是比較多阿伯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會盡量 不要去盯他的 就覺得每次貨還太辛苦 還是要有一些年輕力壯 然後有一些譬如說順豐的 新竹客運站 喔 真的嗎 真的啦 真的啦 這是我們統計過的啦 我們投資比較年輕 是不是 比較年輕 因為妳久了就會 真的 大家試試看 你們那個群組 你們那個群組也會 有時候也是會傳A片的 因為 因為男生的群組通常會有 會 女生比較不會 女生也會 女生比較不會傳 對 比較不會還是不會 一定會 我有加入的群組 我們不是傳A片 我們是傳G片 就是兩個男生的 是喔 因為兩個都是男生 我們就會看這樣子 我們女生喜歡看兩個 兩個同性的 有些時候 重點不是看 不是看他們在幹嘛 重點就是看說 你看這個身材很好 看這些 一定要看 不然你們也會看女生的奶子 對啊 等一下 虎媽媽你到底是男還女的 我現在懂得太清楚 你到底要扮男還是扮女 這個不可能是一半一半 這個大家都會看嘛 對啊 男生也很色情 范江也會嗎 多少 還是會的 像Ken哥剛剛說的 那個群組裡面 還是會有些人傳 傳一些謎片 對 帥哥 對 你臉不適合 對啊 我還是身為一個男性 所以這是 我覺得身為一個男性 很正常 對 很正常 不錯 好 來 我們看他第二推 越來越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嚴重的 是什麼 不能說的金錢留下 對啊 什麼意思 背著老公洗錢 這一定是很必要的事 很必要 什麼洗 什麼樣正當的 把老公一個月給你 3萬5萬的零用錢 慢慢的 可以升華成8萬 10萬 也太會洗了吧 怎麼洗的 到底要做什麼勾搭 對啊 所以我們那裡面一定是 會會討論 譬如說我們大家會串通好 譬如說大家會說 我去打那個 我本來要打3000塊的肉毒 然後什麼瘦小臉 什麼除皺 沒想到被洗一洗 刷了30萬 在醫美裡面 買了療程 買了30多 買了30多 買了30萬 然後我們女生就會說 好棒喔 到底有哪些 我們就有人鼓勵她 她就說不要跟我老公講 然後我們去吃飯前 就會有一個太太跳出來說 明天那個包廂低銷就要2萬5了 然後明天你們 大家要準備現金喔 因為我要刷卡 我先刷我老公的卡 然後你們都給我現金喔 天啊 你們一群女的 然後變成詐騙器 好恐怖喔 聽我的男生好不好 好恐怖喔 沒有 我們有時候 沒有 我們就是要看老公臉色啊 那有時候就是老公又很摳 整經計較啊 對啊 所以妳們是為自己謀生路 當然 還要想這些招數 對啊 沒有 通常像皓如姐 這種等級的 基本上她已經沒有把錢放在眼裡了 不把錢當中 她的錢已經 她沒有辦法去 她不用去算這些小錢 可是像我們比較 收入比較拮据的就會 我們就會知道妳大概花多少錢 妳比一比蠻精細的對不對 他們那個突然間要刷個十幾萬 她也不以為意的 而且他們那一群裡面 通通都是這樣子的人 比較騙得過去 所以都是高檔行情的家庭 天啊 沒有…小家庭也會 那種幾千塊的也會 也會啊 幾千塊幾百塊也會啊 譬如說疫情那時候 我們大家跟同一個媽媽 只是訂豬肉而已 我們也要把那個豬肉多爆 豬肉也可以騙 當然 豬福爆 豬肉 豬福爆 對 疫情那時候嚴重 那個豬肉價抬高也很正常 人家又要送到豬肉 對啊 一定要 這個跟男生也是會啊 50就爆100的概念 對啊 50就爆100 100就爆200的概念這樣 你們男生 我們男生有的比較怕老婆的 跟老婆拿零用錢的 我們也是一樣啊 也會嘛 對 也會福爆一點 當兵也是一樣採買嘛 一定會的 都會啦 都會啦 好啦 阿比拉啦 可以啦 阿比拉 其實這只是人性而已 多少都會有一些 我們在製作 像每一個製作單位也會 以前就是 我們以前借一個假髮600塊 他就爆800 中間賺200太好了 不是這個製作單位啊 不是 我這頂是800的 欸 還是你的是1000的 800 髮質好差喔 這頂 這頂還要800 太貴了吧 要注意 要注意 好 對…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下 他們最近到底買了什麼 你們有沒有最近買什麼 然後不敢讓老公知道 我先自首 是我 我最近 我最近真的偷偷的花了錢 買了一個三萬多塊的 腰腰按摩椅送給我媽 因為我媽的睡眠品質比較不好 她常常就是睡到一半 她醒來之後就睡不著了 睡不好了妳還可以讓她搖喔 不是啊 那個搖就是要搖籃床 就像小朋友一樣 像小朋友一樣 小朋友就會睡著了 回到母胎 大人的嗎 大人的 對 有這種 真的很舒服 大人坐了就會睡著 可是因為一台要三萬多塊 雖然道遠平常她都會把她的 賺的錢交給我保管 可是我要花大筆錢 我還是會經過她同意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媽媽 這我買給妳 可是妳不要讓道遠知道 如果道遠有問的話 妳要說這是妳自己買的 因為我覺得花大筆錢 我怕老公會不開心 不開心 可是我覺得孝順媽媽是好的 孝順媽媽 孝順媽媽沒有錯 可是她會覺得說 天啊 妳這個按摩椅 搖搖按摩椅要這麼貴啊 電器類的本來是比較貴 對啊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她知道 因為我常常會在我老公面前哭窮 她每次都說 哎呀 副總 我說我沒有錢 沒有錢 所以呢 我常常 就要偷買17萬的 那個香奶的金球包 就要閉著她有沒有 買了以後就藏在台北 藏在我媽家 藏在我媽家 因為我媽家住的家隔壁 所以要出門的時候 才去我媽家把包包拿出來 我老公看到說 我媽買的 就說那是麻的 對 反正就不會輸 永遠都不會是我買的這樣子 我們會特別把這一段 還不要 對 然後剪破口 剪破口 剪破口 先來買 戲劇她的電子氣象 好 我們再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荒唐事 太荒唐了 夫妻房事一定要聊 一定要聊 一定要聊嗎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其實 就是跟老公分隔兩地 有時候老公會出差跑來跑去 我們在群組裡面聚會的時候 他會說我老公最近又回來了 我們就熱情胡佛 小別勝新婚 對啊 要留個種在走啊什麼 對啊 又不是母在 留種在走 留個種在走 很開心什麼的 然後想說你憋壞了吧 我們就會聊這些 恭喜他 恭喜 對 久汗逢甘霖 我們另外有些媽媽她可能就會說 我老公每次都要到很誇張 都已經跟公婆同處 她說妳知道嗎 我老公昨天晚上把我按在 那個廚房的中島上面 因為她買了17萬的包包 通常這個人機應該也滿討人厭的吧 沒有 她也是很困擾 她也是很困擾 對啊 感覺是炫耀文 所以其他老婆聽到這個 其實心裡面會覺得好羨慕 會有一點這種感覺嗎 沒有 我們之後看到她 或是她老公我們就會偷 迷之微笑這樣子 迷之微笑 中島夫妻 我羨慕 因為我覺得現在 就是做一次少一次的概念 唉唷 真的喔 可是男生會不會也是 有什麼樣的原因 就其實可能不是自己不行 而是可能老婆有什麼地方 不再吸引妳 會不會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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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搞的 我們怎麼搞的 沒有啦 我們這邊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也沒結婚 阿哥 其實這樣妳說 妳說甄莉姐我們其實 結婚這麼久 妳要同一個人 就說結婚這麼久 妳說當然 妳說那個熱情 當然會沒有像年輕的時候 因為年輕剛交往的 也許前一年兩年已經 對不對 說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開始 訂完婚之後就比較沒有了 結婚婚 特別又生了孩子之後 對 所以妳當然妳的熱度 摸得良心講 一定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所以要吃藥對不對 是 本來到了一個年紀 本來可能就 我們又不是像潘老師 哇嘿嘿 對 可能我們總是會比較萎靡 就是萎靡 萎靡 我們承認 就是可能有時候力不從心 那有時候表現得不好 一次表現得不好 兩次表現不好 第三次 就因為妳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我的老婆非常的體諒我 因為有時候不要在乎什麼硬持久 所以可是 他真的是安慰你 沒有 妳說他們夫妻 有時候我們女孩子出去聚會 人妻聚會 其實難免一會聊到這下 妳跟妳老公現在怎麼樣 跟我老公現在比較少 我們也是啊什麼 其實在一起大概都是聊差 沒有人在比 我老公多厲害怎麼樣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丟臉 因為能力的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會隨著歲月時間 本來就這樣 妳說我怎麼可能跟立東比 立東這麼年輕 我們都大立東 本來就是 立東比他的年紀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跟年輕人比 對啊 我們一定是 以前也是立下漢馬功勞 對啊 現在就是已經卸甲歸田了 不打仗了 我們不打仗 因為其實他現在小孩剛滿月 我們就會問他說 那你開機了嗎 怎麼可能 什麼意思 才剛去月 對啊 對啊 沒有 因為我是剖腹的也不行 對啊 現在像我就有加入 現在開始會加入一些 那個媽媽群組 因為想說要分享 一些資訊 然後就發現說 真的很多已婚 然後生小孩的最常在抱怨 就是說 自從生了小孩以後 老公就不碰他這樣子 前幾天就有看到 有一個媽媽就分享 他就是 他是已經結婚好幾年了 小朋友也是有點大 可能四五歲 但他說這四五年 他老公就真的都完全不碰他 就從生完小孩就都沒有 他說他就是想盡辦法 想說要誘惑他老公都沒有用 他說他前陣子他就想說好吧 不然的話還是說他的招數太無聊了 不然他來一個厲害的好了 他就去那個 就是鼓起有機去那個情趣有品店 買了很多一些玩具 跟一些那種情趣內衣 然後呢 他那一天就在老公回家前 就洗好澡打扮漂亮 然後穿那個情趣內衣 然後老公回來吃飽之後呢 他就要誘惑他 他就想說之前都在房間 可能老公覺得很無聊 他想說不然來試看看戶外好了 可是因為他其實 但他其實 對 他其實也不太敢去路上 他想說不然從 誰敢在路上 我真的 路上會有朋友在路上過 我真的有朋友在路上過這樣子 反正他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他不敢去野外 他就想說不然從家裡陽台開始 也算是戶外吧 他就約那個吃飽飯 約老公說去那個陽台 一起那個喝點小酒啊 看什麼星星月亮這樣子 結果他就脫在那邊扭扭扭的時候 他老公居然回他說 我被蚊子咬得好癢喔 你穿這樣子一定被咬更多 我們趕快進去好不好 就這樣子結束了耶 他就非常傷心的在群組 跟我們分享說怎麼會這樣 天啊 老婆的很癢 跟老公的好癢是不一樣的 對 老公咬的是這樣 身上被蚊子咬這樣子 我就想說男生真的是結了婚 是不是都會變這樣 沒有 不是 有的是因為陪老婆生產 其實會有因應 有因應 好像有聽過真的喔 因為看到一切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別的地方 可以 也可以讓感情升溫 就是譬如說過馬路 你還是牽著她 緊緊的牽著她 那個也是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 沒什麼屁用 你再說沒屁用 對啊 燒不到養醋 燒不到養醋 什麼都削燒養 天啊 就過完馬路之後 你老婆還跟妳講我還是癢 對啊 我還是癢 我還是癢 你怎麼那麼粗俗啊 被蚊子叮啦 沒有啦 就是妳看啦 對啊 還有沒有什麼快樂 沒有啦 我跟你講 這個男生結了婚之後 就聊一些感性的 女生結了婚之後 會想要聊一些性感 就是講得很露骨 曾經我有一個 以前她是女神的一個朋友 她後來就嫁給一個印度人 我們想說很好啊 要用異國戀對不對 應該祝福他們嘛 對不對 結果過不到兩個月 他們就人氣聚會又把我找來 我心裡想說找我來幹嘛 反正他們就在抱怨 這個人氣就說 她想要跟她老公離婚 然後想說 哎呀 一定是這個印度阿三 怎麼樣偷吃對不對 劈腿 她說不是 是因為這個 她老公喜歡吃咖哩 所以都會用手抓咖哩 晚上她回家她的 就會辣辣的 她 不吃辣 對啦 我踢你對我踢手網路笑啊 是真的 你發誓 我跟你講那個香料是你怎麼洗有沒有 都洗不掉的 就是真的她後來就看你講說好笑 是真的有用過是不是 不是… 聽那個女生朋友敘述 她說那個真的是洗不掉 所以就影視器官不同 你們 你們縱容她在那邊胡言壞子 真的是真的… 真的 真的是因為就是會 因為這樣子所以就離啊 沒錯 她們就是姓氏不合 就真的就離開了 真的假的 不過像阿虎說這個 我曾經也有聽過類似 蛤 吃過了 沒那麼誇張 沒有 我也說很討厭 你有一個正經的人 不是 我是有一次在 有一次在咖啡廳的時候 你的是酸的還是甜的是不是 你不是辣的 不太一樣 我是自己一個人去咖啡廳 隔壁桌就是有兩個女生 我就喝咖啡喝一喝 就突然她抱怨說 我孕琦初期的時候 我跟我老公就是求歡的時候 就一直被拒絕 她就說 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孕琦初期的時候就是覺得 我下面就一直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求歡 狀態很好 她會拒絕我 妳好 老公拒絕她 所以到最後我就 最後只好自己拿出玩具 來自己解決這樣 這樣不行欸 就覺得好刺激 說好像在懷孕的某一個期間 這個女生的問題是說 她這樣下面好像都比較 沒那麼乾燥 感情豐富 是真的嗎 下面感情豐富 有一個階段會很想要 荷爾蒙的關係 對 女性的那個其實還好 會嗎 蘿莉塔 有嗎 我還好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醫生就說我那個什麼 有一個肌瘤 然後在肚子 然後我只要動作太大 就會撞到寶寶 所以她那時候是跟我說沒事 不要做什麼激烈的事情 所以我是還好 因為我就很擔心 那個小孩受傷 因為她就沒有 因為她說那個 她說那個瘤真的會 她說那個瘤真的會 她說沒有 她說我那個瘤 我只要動作太大 它就會撞到子宮 然後子宮有點瘤 已經有點瘤血了 所以她就說不行這樣子 就像撞球啦 妳先撞到一下 她再撞到 Kiss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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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能因為很擔心 小孩受傷 我就比較注意 天啊 醫生跟妳講得這麼仔細 所以妳假如發生性行為 就好像在撞球開球一樣 後來就 十幾個肌瘤 沒有十幾個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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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但是真的身邊 確實是有其他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是沒有 身體就是沒有這些問題 他們其實很想要 然後就會很奇怪 一段時間 而且是明明 而且明明是有些是到後期肚子很大 然後他們就說 就很想要 可是老公就會一直說 不要…可怕… 其實六七個月好像都還可以 可以 真的假的 其實是可以 那小孩不會不爽嗎 就是你看 六七個月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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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厲害吧 保護著啦 來 接下來看一下 都在聊什麼 老公加婆婆加小姑的外話 這一定有 這康普連續劑 我會抱怨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就是 超級疼愛他女兒 所以女兒就是只要一通電話 他就是人在哪裡都會風雨無阻 然後跑去接他 可是他的老婆人在哪裡 他是永遠都不會來接的那個 那我就會抱怨說他都不體貼啊 他怎樣啊這樣子就會特別 正常啊 正常就抒發 然後我說你抱怨 對 我抱怨是正常 那鼓勵善良風氣啊各位 他的態度是不正常的 對 我家來接我 他真的沒來接我 他就說坐健車那麼方便 對 我們又不只 也不只罵老公 婆婆 我們是整個 整個婆家都要被批評 祖宗八代 祖宗十八代都罷了 什麼獨孤 大孤 小孤的 那我朋友就說 你知道我那個小孤嫁得多好 多有錢來我們家做客 我們家拖鞋還偷走耶 這個事情也可以拿出來講 一定要嗎 因為拖鞋其實有些時候 是買貴的對不對 對 還偷他們家拖鞋脫貴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麼有錢的人 怎麼會品性這麼差 可是如果他講出來說 自己講出來又摟掉 老公 拖鞋妳要計較 我又講說拖鞋妳讓她拿走 她喜歡什麼 但問題明明就是妳小姑的問題 怎麼有錢人會來偷拖鞋 然後看他們家的那個儲藏室 偷他們家高山茶 高山茶也不便宜耶 一斤也兩千多 兩三千耶 要偷走 然後還想說小姑那麼有錢 然後還… 妳整個婆家都是小偷耶 對啊 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婆家都這樣好不好 很多婆家會把自己 就是那個兄弟姐妹 就是兄弟姐妹的家裡 當作是自己家 對 她就拿走 她也不覺得她是偷的行為 她太不會問妳 都不尊重嫂嫂什麼的 對 但其實我們會很神經 還有很多 你們會不會介意這件事情 就是說婆婆 她必須要有你們家的鑰匙 妳知道嗎 就是她有些時候她會開門進來 自己進去 不行 我曾經有聽說過這樣 就是婆婆她 因為她覺得說 我就是我兒子的家 這都溫刀 妳打一個鑰匙給我 妳們萬一有些時候有什麼 急需還是什麼 我可以去幫忙 還是幫妳們拿東西也會 帶小孩 突然有一天我就會 打開房間 沒有 我會覺得說不用給她個人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們家哪裡 一個地方 備用在那裡 然後妳要來我家時候 妳去那裡拿 可是妳用完要歸位 是 因為要讓其他人如果說 譬如說也有 別人忘記帶鑰匙要回家時候 就是不想要隨時給她 不願意給 我一定不會願意給婆婆 單獨一把 除了公婆之外 我覺得 講另外一半的閒言閒語 就像我自己就親眼目睹 就是我前女友在她們閒蜜群組 就是因為我前女友是一個 正大的高材生 家裡有錢 也有出國過 所以身邊的朋友 都是那種很頂尖的人才 有一次就是她邀請我去 她朋友的一個派對這樣 那些人都用英文聊天 聊的內容可能也是都 名車 名錶 一些名牌 因為我不是那個圈子的人 我自己聽到就會覺得很自卑 好像我總入不了 所以也不敢主動去社交 結果回去之後 我就不小心瞄到 我女朋友竟然在群組上面 就是說什麼 幸好她沒有講話 不然她英文那麼爛 一定會還有很丟臉 還說什麼 趕快分 正女人不行 還說什麼 人家都高富帥男朋友 我男朋友怎麼這樣 她可能用開玩笑語氣 但我看到就真的是心涼了一半 不行 趕快分 很好 我幫你介紹一個新的 馬哥你要不要先幫我介紹 你跟那個你跟他又不認識 我有認識一個 最近才剛剛入圍金鐘獎的 還不錯 唉唷 是誰 是誰啊 你要幫我介紹貴倫美啊 怎樣 不行嗎 妳入圍了那麼多個 我怎麼知道她會講哪一個 好 換這樣來說說看 像我的話 你跟妳老婆 我跟我老婆其實 我們的默契就是 我們不太會把太家務的事 去跟人家分享 但是 我有點介意的地方 就是她有時候會把一些 很雞毛蒜皮的事情 去跟人家分享 其實那個也不是什麼爭執 就只是可能我們意見不同 例如小孩帶出國這件事情 或者小孩帶去哪裡玩玩這件事情 我可能就會 我可能就會擔心說 小孩去的話可能會不會 人太多啊 會不會有點危險啊 會不會感冒啊 容易生病什麼之類的 但她就會覺得說 可是我就是想要 帶著她去哪裡哪裡 創造一些回憶什麼的 例如這種很小的事情 她可能就會跟別人分享 然後下次聚會的時候 別人就會跑來關心 我反而就會覺得 好像我們怎麼了一樣 那其實根本就沒什麼 她可能也只是抱怨抱怨 對啊 抱怨抱怨就沒事啦 可能是她的閨蜜 把她太當一回事 或者是講得很重要 沒有讓男方覺得太舒服 也就是這樣子而已 是啦 小事 或者是沒話聊只是找個話 找個話題 講說她跟她老婆的事情 其實這也對耶 就不知道要跟你聊什麼 那就跟你聊 你跟你太太之間的事情嘛 對 也有可能 這樣子感覺起來 你好像真的滿小心眼的 有一點耶 對啊 就出去玩嘛 我才開了你家的事 對 沒什麼事 你家是你們自己的事 可以聊一下還要被你罵 不然就主動開話題嘛 一定是你沒講話嘛 了解 心毛蒜皮 對 你也沒心毛蒜皮 對 對 我還有發生過 我還有發生過 我還有發生過我們的群組裡面 自己講自己家的八卦 讓我們大家覺得 有點不知道怎麼接有點沉重 就是我們可能常常約 去喝下午茶 人妻團對不對 學跳舞 學插花什麼 大家都會互相約 然後看到有一個媽媽 她常常都是主揪的 那很閒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羨慕她 因為很多人時間都很卡嘛 一下四點要接小孩的 一下要送才藝的 一下有三個要搬親會的什麼 然後我們看她都 就感覺很自由 因為她老公都在外面出差 然後我們也都去她家逛 你看她拍婚紗照 然後小孩子都是同班同學 大家都說很羨慕她生活 但是有一次她在群組裡面 大家就在那邊討論 下次要約什麼時候的時候 她就突然說 沒有辦法 我就 那我就是很閒 那我老公的那個 另外一個家庭又不在這裡 她就會突然講這個 然後我們就說 對 我們就說什麼 所以我們還想說 什麼 妳老公有另外一個家庭 妳老公有小三 怎麼可以 她就說 沒有 她是大老婆在另外一個地方 她是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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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她認識兩年多 妳都不知道 我們不太還可以結婚 她沒有結婚 沒有結 你們群組拍照而已 她沒有結婚 她沒有結婚 她沒有照片 但是她們沒有結婚 沒有真的結婚 這種就有點沉重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結 趕快 趕快 趕快跳出去另外一個群組 另外開一個小群組 有人就說 有人說 人群組 人群組 她是喔 一定要的 我們自己也懷疑過 沒想到她真的是 一定要這樣 難怪 我現在就說難怪 我早就覺得 對啊 我就說到 人群組 人群組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就說 我們要跟小三在一起 最痛恨妳就這種人 我們還要 小孩怎麼可以跟人家做朋友 我上一次跟我老公離婚 就是因為他們這種女人 結果沒想到 她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們想要怎麼可以跟私生子在一起 不行啊 阿姨 我們要叫回來 好忙 宮廷戲 真的是宮廷劇 講在一起 可是我跟你講 對方她可能也不想瞞 她覺得久了 她覺得大家是朋友 我也想跟你們講一些真的 她其實很需要姐妹陪 但她也知道大家都很 事情很多 她其實也很苦悶 真正的秘密是只有妳自己知道 妳只要跟另外 跟朋友分享的都不是真的秘密 都不是真的秘密 都不是真的秘密 是不會講的 被知道也沒差的那種 對 楊瑋就楊瑋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身體不好本來就是正常的 會嗎 本來就是啊 我是完全沒有 不用強詞奪理 不用強詞奪理 不要掩蓋 就說是 沒有辦法掩蓋 沒有辦法 我假如真的有我一定承認 但就沒有啊 真的 真的 沒有 真的 對嘛 因為我這樣講 大家一定不相信 有人說你這不敢講啊什麼 事實上萬一真的沒有怎麼辦 我還要講有嗎 你知道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對啊 你們有懷疑 你們有懷疑就去確認 對啊 有懷疑就去確認 今天早上要打燈的時候 那個 對啊 那個燈光哥哥還說 我們那桿子不見了 麻煩你幫我弄一下 對啊 好 上次已經開過 對啊 對啊 有時候太兇的時候 我是用兩眼再壓的 對 天哥都不能趴著睡啊 對啊 好 那我想問你們就是 有沒有秘密或是 不想讓對方知道的事情 然後被不該看到的人看到了 喔 又被抓了 我有 我是 羽仙肉浪漫約會被發現 對 約會 好啦 其實我個人真的是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妳知道就是跟我老公吵架 那因為我在店裡面 那個員工都是小鮮肉 真的就是比較年輕 然後他們看我心情不好 就會說曾莉姐妳心情不好 不然今天是打烊 帶妳去陽明山看夜景 好棒 到陽明山 就對了 去看夜景吃東西 那妳知道他們的年紀 就只能騎摩托車 可是妳知道那時候 我們已經在開車 很久沒有坐摩托車 所以被小秀載那種騎摩托車的時候 妳又這樣抱住他 所以妳是抱住他的拉住 我跟妳講 他應該也覺得我就是個姊姊 是我在爽吧 他應該沒有他爽 兩個人 對…就一起去看夜景這樣 妳知道有時候會想妳看 她想加薪 妳知道嗎 就覺得 她想努力 她學姐 第二天生組長 我也覺得好不好 然後想說還滿開心 所以想跟自己的姐妹她要分享 妳知道嗎 所以就會在那邊分享 妳知道嗎 昨天我雖然跟我老公吵架 不過我們店裡的弟弟真的是很貼心 還會倒去看夜景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看到了 然後隔天我老公說 坐摩托車就好啦 開什麼車 不要 又不要開車了 你坐摩托車就好啦 很痠… 沒事了 這個沒事了 很痠 會講就還好 沒有 他如果能會這樣講出來 那就沒事了 會講都沒事 沒有啦 因為真的是店裡的弟弟 就是就像弟弟一樣 他也認識也知道 所以其實是還好 只是那時候其實突然一下下會覺得 哇賽 好興奮喔 單身了… 好久沒有坐摩托車 好久沒有那種坐摩托車去 陽明山看夜景 可以跟弟弟這樣嗎 一次 兩次 小心就變親弟弟喔 沒有 我跟妳講 也就一次啊 他也只會站妳一次啊 妳以為喔 對啊 好 我是有過就是十八鏡的影片 害我朋友 當著國家的面直接播出這樣子 哇 因為那時候的狀況是 就是我們都會 大家朋友有什麼可愛的影片啊 或是好笑的影片都會互相傳嘛 那時候我就收到我一個朋友 他傳說這個是那個 可愛動物貓熊吃竹子的影片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愛 他真的是一隻貓熊 真的是一隻貓熊 有沒有看到 直播… 在吃竹子 很可愛 就是非常可愛 就是那個貓熊就這樣很胖啊 拿著竹子吃 就很療癒 我就想說啊 那個傳到那個人妻群組 結果後來過了不久呢 其中就有一個那個媽媽朋友 就非常生氣的那個訊息我說 那我就想說有什麼好丟臉的 怎麼了嗎 不就是貓熊在吃東西嗎 結果原來那個影片 他呢 因為我只有看前半段 但是有那個網路上有些影片 他們是前面會故意用可愛的動物 後面就是會有AV女優 開始在那邊 的那種 最大聲的時候 我只看到前面是貓熊在吃東西 覺得很可愛 我就傳上去 他那時候是在跟婆家的親戚朋友們吃飯 那個影片打開來 大家會說你在看什麼 他就給大家看說 你看這個貓熊在吃東西好可愛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女生在那邊 然後他就說 那個影片一出來 婆家所有親戚臉色就大變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尷尬 對 然後他回去又還被老公罵說 你什麼意思 你讓我這麼丟臉什麼的 所以他就很生氣來罵我 可是因為我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現在任何人傳影片給我 就是他很強 我一定會把他拉到最後面 看想說到底結尾是什麼 我才敢傳出去 因為不然的話我也是想說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真的是我害的這樣子 毛熊之主說 很可愛 那種都是前半部是正常的 對 後面剪接 突然中間就變最大聲的時候 再用的 還有的是間接式 突然一秒又回正常 你會覺得 剛剛是我看錯了 你會繼續給大家看 意識 這兩個是不是看錯 三個人在一起看 突然又有一個這樣 我跟你講 現在網路影片真的很危險 有很多兒童的 你以為他前面是在演米老鼠 忽然畫風一變 他變成蜘蛛人在尬米老鼠 然後就生出一個Elsa 天啊 生出Elsa 又不像 又不像 真的啦 然後那種影片 然後那種影片都要小心 今天聊了這麼多 我覺得觀眾看完以後就會覺得說 原來老婆或者他們姐妹們 會聊這些事情是正常的 如果妳的老婆沒有在聊這些的話 其實就是看了一個下線 就會覺得心裡面好像稍微有一點安慰 對 沒有 我覺得夫妻之間 各自還是保有一點點自己的小空間 跟自己的交友群 這個是非常良性的 OK 沒錯 是的 有自己的小空間 彼此互相體諒好不好 是 找到真正美好的婚姻 今天要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方天的新聞網磁 全都在前面 Perform了 不則不終 參差 真的是